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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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我是Thomas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現在人在這個竹南的龍鳳漁港 今天天氣是非常的好啊 那其實今天來這邊呢 有一個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來拍這邊有兩個隱藏的定制漁場 其實在網路上跟Youtube幾乎找不到他們的影片 他們幾乎沒有對外公開 想說來看看可不可以來這邊記錄一下 他們這邊定制漁場的狀況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看一下 今天有什麼漁獲 現在要來這個 這家叫做祥順 也是一家定制漁場 在那個日風旁邊 漁船回來啦 現在過來漁會這邊要泄漁獲啊 現在過來漁會這邊要泄漁獲啊 今天有這個綠色的大石佬 還有一些馬甲件 這個 唉唷 補魚耶 好重 拿不起來 今天定制漁場抓到的這個白艙 魚鱗都還在 漂亮 唉唷 這個有這個耶 它是黏在那個 大魚上面 唉唷 今天有紅甘啊 這麼大隻 讚讚讚 這兩種有差別嗎 有啊 這就是迴行納 然後這個版我 這個是迴行納 這個是老闆說 是假迴行納 但我不知道吃 不一樣 他的臉 臉上有條紋 這個沒有 喔 然後這邊會分兩個點 這裡也是一條線 不太一樣 OK 現在就是把這個魚分類啊 今天這個超大的酒繞 我的手 大家看一下這個野生的五載魚啊 這個騎比較黑 然後尾巴這邊 有開一點點然後再插開來 這邊有這個 新點臭度 這個 這個在澎湖 也有吃過啊 超好吃的 我們的右上角 可以看 之前在澎湖定製魚場 拍的影片 還有這個 精靈啊 不是很大 石爐 今天也有這個剝皮魚啊 都還蠻大隻的 今天也有這個 小海莉啊 這個大紅桿啊 很漂亮 大家看一下這個是我的手 今天有這個黑毛啊 跟這個油桿在一起 然後這邊 這邊就是他們今天 訂製魚場 有要抓的魚貨 然後等一下拿過來這邊 給魚會秤重 然後 下午一點半的時候 就可以賣給 民眾 或是給魚飯來 競標 這個日本馬家撿啊 大家看一下 日本馬家村 好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寶麗達跟 寶麗達跟 莎莎亞 莎莎亞 我們的外國朋友問我說 要不要喝 好喝嗎 現在在綁這個 浮球啊 把這個跟繩子固定在一起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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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你 我們的外國朋友 叫我們過來 看一下 不知道他 給我看什麼 這邊也是他們 整理網具的地方 這個不是 海邊的我們 我們的外國 喔 他跟我介紹這個定字 那個阿迪亞 不是這個 那個比較大的阿迪亞 喔 比較大的 上面的 那個 然後 這個 一樣 那個阿迪亞 然後這個 這個阿迪亞 它一樣 海邊一樣 現在這個 貨車回來了 準備卸下 今天的漁獲 剛剛比較早一點 他們會有先把一些 比較高價的魚 先送去龍鳳漁港 請漁會那邊 擺賣 這樣子 現在很多的 竹甲魚跟鯨魚 這邊有剩下一些小魚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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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大魚都下在這個龍鳳漁港 這邊有剩下一些小魚阿 這邊有剩下的小魚阿 這也是很多油袋阿 這邊有剩下的小魚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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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也是很多油袋阿 所以他們從龍鳳漁港回來後 還會整理一些像白帶魚 油袋阿 還有豬甲魚 青魚這類的魚種 然後再送往台灣的各地 裝好之後就會打冰進去啊 這一箱要去台北魚市場啊 大家看一下這個他們還會把這個 冰好的魚會加鹽進去啊 這是海鹽啊 不是只有放冰塊喔 對啊 今天我們的湯船長跟買魚的客人啊 還有我們的老闆 老闆在那邊在忙 大家看一下這個是 油袋 140公斤 要送到 三重魚市場 這個這三箱是要送到台北魚市 這個台北魚市場的英偉族家阿姨 功夫沒有很好 可是那個 其實要有 還是可以裝一下 超級大啊 這這有幾公斤啊 漂亮 12吧 12公斤 還不是金喔 是公斤喔 老闆現在拿這個 熟成三天的這個長腰尾 要分切 直接給我們吃吃看看 好 好 吃 啊 在 那 好 啊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